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丘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下室内设计师一天都在做些什么事情 也同时开箱我们从一通电话或者是LINE的咨询 一直到完工的过程哦 Let's go 很多人可能都会想 室内设计师是不是就在办公室画画图就可以了呢 但事实上我们其实从一通咨询的电话 或是一个讯息询问 就开始了整个设计的开端 初步了解需求之后 就会约客户实际到暗场 或是公司面对面讨论 那有些人他们可能现场家里面就是 而后续进到施工期呢 也会不定期的到现场监工 确保暗场进度都是顺利的进行 平常办公室的伙伴们之间相处也很轻松自在 让我们用年轻人的活力创造更多问答 干杯 干杯 从接洽签约到施工验收 中间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我们室内设计师在中间把关 若成的专业就是把每个案子都当成是自己家 更好好的把每一位长辈把房子打造成一个安心又安全的居住环境 好了回来吧 这就是室内设计师的一天 跟大家所想的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呢 如果对室内设计师的装修及设计上有任何的疑问 也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哦 让房子是个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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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